给玉瑶淳議員 李慧珀 杰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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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早安 早安 新年快乐 今天 今天我代表凌业实验所 非常欢迎大家来在刚开工的第二天 就到这边来演讲 我是凌业实验所 植物園族的组长董女生 今天非常荣幸为大家 事实上是我们的 许家军博士为大家邀请到 Oregon的那个潘术师 专业潘术师 Brian French 那Brian他在美国的时候 他一方面是专业的教练潘术师 那他的兴趣是 除了就是潘术 一般来讲潘术就是一个技术 然后他会协助都市林的整理 在那个Business上面通常是这样子 那这个以外呢 他有参加那个巨木的探勘计划 那巨木探勘协会 他是一个美国的研究组织 这个协助研究的组织 他们会做一些协助生态研究的工作 例如他有几个案例 是Spotby Out 然后还有那个Tripot的相关的研究 这些研究通常就是我们在老树的探勘的过程 爬树的过程中 记录这些老树的基本的树高 或者是围棲地的位置 然后由于每一种不同的动物 他在树上面 他有特殊的棲锁的喜好 所以他也协助研究人员去改善这些树 那例如他在美国的一个研究师 不是研究师有一个工作就是他有帮那个 两点钟的时候有兴趣的朋友在听过 这场演讲以后两点钟在我们的办公室的后门 就是一楼的后面的后门 那两点钟的时候集合在那边 那徐家军博士会带大家到重要木本植物区 那下午会由Brian跟台北植物园的管理员 林谦佑先生当助手 然后台北植物园里面有一棵密梭伦笼 他本来是列管的老树 台北列管的老树 那因为死亡所以解编 那今天下午的示范室 会把这棵树经过剪裁以后 经过修剪以后 建的比较安全 然后Brian这几天已经读了很多五色鸟的报告 那所以下午他会把这个树的 修剪之后适合五色鸟的地方 用它专业的技术 然后把它改造成五色鸟的家 那所以有兴趣听完这场演讲的 以后有兴趣的朋友下午两点可以到后门去 那我们现在 因为今天是一个直播的线材 所以我们现在演讲时间待会会到十二点 那在演讲结束后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到时候再提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Brian French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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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感谢 我感谢大家 分享这些节目 这次的节目 我的旅程 目前为止 台湾 是非常有趣的旅程 我感谢我们的节目 我有机会去训练一些 我的森林 或你的森林 或你的森林 和 你的森林 RESERCERER BECCA SOO 然后 我准备到 走到 去看一些东西的森林 在台湾 这些森林 是很美的 森林 在这些森林 我们在这里 我们非常享受了 我们的时间 谢谢大家 帮助我们 I wanted to ask you this morning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because I'm going to be covering many subjects and I'll talk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at in a minute but I'm going to be covering multiple subjects and rather than saving your question for the end of the presentation I would ask you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to please raise your hand and I'll call on you and we'll answer your questions during the presentation. We have plenty of time but for m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ould be that your questions are answered and that everything can make sense. 各位大家早安 那那個Brian就是我們在農曆年的時候有到七蘭的那個中極山的地方 我們去做一些因為過去有一些那個光達的調查 那我們去那邊找一些就是光達上面紀錄很高大的樹 那他覺得我們森林超棒的就是很漂亮 那他很高興就是今天能夠就是他在演講裡面也會cover一些 因為他們在美西做了很久超過十年的用光達的資料來做聚目調查的事情 那還有就是因為他今天的演講會包含蠻多主題的 所以他很希望大家就是如果有其中間有任何問題的話 因為我大概會每張短片都幫他簡短翻譯一下 有任何問題就舉手 然後他就會叫你 然後我們就可以 你可以用中文問用英文問都OK 然後他就會回答你 然後因為這樣的話就是大家也可以 可能大家也有類似的問題就是會讓這個演講 比較有知識性 那就是他說我們有很多時間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好那就請大家開始 謝謝你, Rebecca Rebecca's gonna be doing the translations for the rest of the presentation as well so I'll talk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myself and then we'll go on with the presentation but I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you know where I'm coming from and my perspective on these subjects so I'm from Portland, Oregon and in the US and I'm an arborist I'm also working with birds in this presentation and with different animals but I'm not an ornithologist I'm an arborist first and an amateur I guess a bird lover you know and and I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trees for habitat through the work that I've done as an arborist over the years and so that's kind of the perspective that I'll be taking today that I'm a tree climber first and not a researcher who focuses upon wildlife please Brian 開始先做個自我介紹 那他是來自於奧瑞岡 那是美國的西北太平洋沿岸的 靠近波特蘭這個城市 那他一開始是一個潘術術師 因為其實就是我們目前台灣在推的ISA 在波特蘭是他協助引入波特蘭這個區域 就Oregon這個區域 那因為他在長期 他已經做這個工作超過20年了 在長期的工作中 就是他發現 欸樹其實是野生動物非常重要的棋地 然後所以他不是野生動物專家 但是他是透過實作來發現 欸野生動物有什麼喜好啊 那今天就是他來告訴大家 他過去就是在食物工作上的經驗 然後進而他把它應用到 就是未來就是野生動物棋地的維護 這樣 Thank you Okay So just out of curiosity 是野生動物棋地的 野生動物棋地的 野生動物棋地的 everyone 我們會講一下 建立的工具 然後再講一下 然後再講一下 What birds and what animals live inside of trees And then the work that we can do even with chainsaws as arborists To create, to both identify and preserve But also create this type of habitat in our urban area So this is a, we'll be going into the woods a little bit Into the forest a little bit during the presentation But really we're focusing on our urban areas Because that's where most of us live 因為我們大部分人還是住在豬市裡 那他首先會告訴我們 樹 它從年輕到老的時候 它結構如何變化 那它變成一棵老樹的時候 它結構如何適合野生動物的生存 那即使你是一個樹醫師 你可以利用鏈鋸來幫助他們 그렇지在他們讓旗地更適合 所以我想要開分台這些開発措 arrangement 171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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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但我想講說當地貢物生存就例 地域ändert水發展 禁堡水擴 Rong 대한衝革 其實我們在百分之一的全世界的草莓 這並不是太新的 早上的記者說 過分80%的我們的進擊 我們還剩下重大森林林的農民 我們只有20%的那些核心 世界上的核心 它是有趣的 我认为,Rebecca,如果你想读这个,我会先读一段时间。 地坏是一个比较的质量,在比较质量的环境中的环境是影响成的, 一种人造成的作用在地坏上。 就是棲地破壞呢 其實是就是這個整個生態系 這張圖是有關那個棲地破壞的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 總之呢 這張圖是有關棲地破壞 那大家可以看那個左邊的那個 從紅色就是棲地破壞非常嚴重的 然後到那個比較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北極圈 附近人少的地方 棲地破壞就比較不嚴重 然後呢它就是 主要就是這張聯合國圖 就focus在就是它這個點 受到人為干擾的強度這樣 那其實台灣這個不太準 因為台灣的中央山脈其實 干擾程度沒有那麼高 I point out that method It's not correct for Taiwan Oh yes Yeah thank you Yeah So when we're looking at this land degradation and we are waking up into the world as a newborn what we see when we are children we accept as the condition of our planet We can only imagine what the world looked like 200 years ago What did Taiwan look like 200 years ago? What did the forest look like? What did the camphor trees look like? Right here Where we're sitting today How big were they? Has that changed? Brilyn就是他常常早上醒來 就是他開始想 我偶爾會這樣想 就是像台灣如果200年前 到底是什麼樣子 就是在平地 我們這些已經都市化的地方 那個張樹到底有多大 可以讓雲包在上面棄息 就是我們可以去想像一下 就是大概 其實只是短短200年 就是有多麼巨大的變化 Has anybody ever asked this question to yourselves? Has anybody ever asked this question to yourselves? 有人問過 就是有問過自己這個問題嗎? Yeah Yeah Right I wonder what it was like So I'm gonna read off the slide a couple more times today But I'll go ahead and read off the slide again I think this gentleman Peter Kahn He described this the best from British Columbia And that's the environmental generational amnesia Across generations As kids Come of age In these more degradated conditions They calibrate Recalibrate And think that This is normal And healthy The place that Our world And our planet is in now And if we don't stop If we don't solve that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generational amnesia He doesn't see How we're going to solve The larger issues Until we really address that Because the problem is People don't recognize That there even is a problem 就是有一位叫Peter Kahn先生啊 他就是 就是他指出啦 就是我們現在的小朋友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高中生 就是他們其實 你們成長的就是這個樣子了 就是你們認知的世界 其實就這樣了 然後可是 就因為 因為就是沒有pass過 像我們就是森林被砍發 這個年代這個過程 所以其實現在的年輕人 不知道你損失了什麼東西 那你 就是你不知道你損失什麼東西 其實也是一個問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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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times our plans are sometimes our plans are what maybe 30 year 50 year plans but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these tre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trees in our community we're talking about trees that liv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how do we recalibrate to plan for these long term trees in our cities 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例如在台北植物園 就是 大部分植物 其實都不會超過50歲 那麼老 就是我們生活的這個 範圍 然後就是 嗯 其實 其實他就想說 要問自己說 呃 我們在做都市規劃的時候 你其實要更長遠的 就是你可以想 喔我們這個城市 我們在規劃的時候 我是想一千年以後 就 我們可以 這個世代 因為我們要留給子孫一個好的環境嘛 所以其實你在規劃的時候要一個長遠的規劃 Well this brings us to to our next slide we started a non-profit in Oregon called Ascending the Giants where a group of arborists come together and a team of tree climbers have come together to go out and measure and document these biggest trees around because they're living organisms they're not going to be around forever even though they seem timeless they're not they change and they fall and they break and they and they can die over time and our impacts also affect those trees and so what we've done is created a team of people who go out to find the biggest of each species so that we can have a time stamp in 2018 we can say these are the biggest trees in the world and that way when we look back a hundred years from now we have good solid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about these trees so we can set the highest expectation our fear is that trees are kind of or our expectation of how big trees are and how important trees are is shrinking as we recalibrate every generation so this project is setting out to keep that expectation as high as we can now well that 所以後來Brian 就是跟他的一些同好 都是最底尖的潘樹人 他們就成立了一個叫AG 就是Ascending the Giant 就是爬最大的樹 他們在Oregon Oregon其實是台灣好幾倍大了 然後他們在Oregon找就是每個物種 他們去找他最大的樹 就是因為他想要 因為其實我們覺得這些巨木幾千年的寬木 看起來好像他們是長生不老 其實他們是隨著時間 還是會一直不斷的變化 那我們就去記錄這個物種 它最大可以長到多大 然後他就告訴就是大眾 就說我們有這種期待 其實它這個樹可以長到那麼大 如果我們好好的去維護這個環境的話 那就是這紀錄其實非常寶貴 那其實我在這一次的探勘裡面 有一個非常就是也是我加一下 就是也是覺得很感慨 因為上個月上幾個禮拜前不是大學嗎 然後我們就是兩年前 有爬一棵非常大的香山在七蘭 大概五十幾米 然後這次大學他就倒下來了 還親眼在我面前 就是我們看到他就是我要回去找 就發現他倒下來 然後Brian就跟我說這個很常見 他說因為那棵樹看很健康 然後很大 然後就覺得他應該是長生不老 他應該會比台灣還活得久 之類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其實在他的過去的歷程 他紀錄的歷程中這種事很常見 OK, I'm talking about the story about the fall of the kumihani Oh, yes, yes Oh, yes, yes That's always disappointing to see when you measure a tree and you go back out the next time and it's on the ground It's very disappointing So, when we're measuring these trees in Oregon Well, actually in the U.S. we have a program It's the Champion Trees It's a national registry of all of the biggest trees in different regions different states throughout the continental U.S. Well, Hawaii and Alaska as well So, the U.S. is covered for this But we go out and we have groups in each state that send in their information and there's a national registry that keeps this information So, we have kind of an agreement with each region on how we measure these trees and I'll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at So, we measure these trees using a system called the American Forest Points System or AF Points which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trunk circumference measure the height of the tree and the average crown spread so, the longest crown spread the longest part of the crown measured and then the 90 degree axis of that we measure multiply by two and then or sorry, add together and then divide by two and that gives us our average crown spread because trees aren't perfectly round, right? OK 他們有一個 那個 就美國有一個國家資料庫啊 然後這個 有一個計畫叫Champion Tree 就是冠軍樹計畫 那在美國 整個美洲大陸各州 不同的團體協助 就是去記錄最大的樹 每個物種的最大的樹 那他們有一個標準 就是去量測這些樹的標準 是共同的 那就例如像胸圍啊 那些是固定 那他一個比較特別是 他們會量那個冠符 冠符就是他樹冠的大小 那他會先去找那個樹冠最長的那一個寬度 然後再去找90度的那個寬度 然後加起來要除以二就是他的那個冠符 那這個標準 這個標準程序他們希望它會比較簡化 然後讓全美國所有的人都可以跟隨 可以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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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標準程序他們希望它會比較簡化 所以這是一個例子 Look at the tree that we measured back in 2008. This is the tallest tree in Oregon. It's also the tallest Douglas fir tree in the world. It's 327 feet tall and is our state champion. So it's the biggest in our state. It's not the biggest in its native range, but in our state it's the largest. 那就是我跟我的游客伙伴侯伴侯 Briant在2008年 就是他们量测一个他们州里面最高的花旗松的画面 然后这颗花旗松327金尺 除以3的话大概是超过100公尺高 那就是他们过去工作的画面下 在这些木材里面我们的第一个人来到这些木材里面 我们的第一个人来到这些木材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些木材里面可能会有新或是新的 新的知识那我们会看到的 所以我们一直保持我们的眼睛 在这些木材里面的木材里面 那因為他們在找冠軍樹的過程 通常這些樹都是第一次爬 所以上面的物種都沒有被記錄過 然後所以他們會特別去注意植物跟動物像 在這些樹上 所以這個在2008年之前 我們已經在那種樹 我剛才示範在最後一段階段 當我們在那種探索 在那種樹 我們有拍攝師和拍攝師 我們在那種樹架子裡頭銳出的樹 我們有幾個樹架子在這森樹 一部分工人的吉祥 當他們在那種樹架子上 他們在這裡的樹架上 一架樹架上掉了一架樹架子 在那種樹架子上 然後後那架樹架子 它會有一個小小的樹架上 在這森樹架上 157 feet tall, and this cavity was found at 250 feet, 7 feet from the tallest part of the crown, and what was living inside of that was a mating pair of clouded salamander. This was significant because previously, before this moment in time, this species had only been known to climb as high as 100 feet tall. 130 feet, and that was a lone male, and one incident that was reported. They're mostly known as a terrestrial species, or living in the lowest part of trees. To find a mating pair at the top of a tree is significant because, to us, that means that this habitat is a preferred habitat by this species if they're mating there. And so we gathered as much information as we could about this experience, and we submitted an article to the Herpetological Review, which was published a few months later, talking about this special type of habitat in the tops of these trees, which sheds some light on, once again, the importance of big trees, and what types of animals rely on. This was one question. Because these蕾蕭魚 are tr Migration. And they were 되는 145 feet high or 40 feet tall. They were helping in providing some data to 1,5 feet tall with a high altitude. Even they were promising in their прошл身 tall tall to room and제� Also, they were really circuit with an impact for the families of this island. 然後他們後來就發表了一篇文章有關這個 然後就提及說 那所以像這麼高的樹 這麼大的老樹 其實對像這樣 就是保育類是很重要的棋地 And so personally as a climber who climbs these big trees This experience for me changed how I feel about or I guess introduced me to the importance of trees as habitat And ever since this As I recall anyway Ever since this experience I've been Since then I've been dedicated to answering those questions 那這次的經驗也 就是啟發布拉倫 就是原來樹 其實是野生動物很重要的棋地 那從那個時候他的工作 他就一直在思考說 就是他在處理這些樹的時候 那也要從此考慮到他是野生動物的棋地這件事 So an example of some similar work here at Taiwan is some work finding some of the tallest trees with the species that are endemic to Taiwan And using LiDAR to find some of those trees And LiDAR is a great tool But it doesn't It's only a tool It can be very accurate But it still requires ground truthing It still requires us to go out to get that important documentation Both of that flora and fauna relationship with these trees But also to make sure that the information is accurate 那就是Brian就提到啊 這個其實我們現在也在做 但他們大概十年前有開始做 就是光達是一種滿新的科技 就是用飛機然後我們打雷射到地面 那他可以計算出地面的高度跟那個地形的高度 那相減我們可以知道那個大概是樹的高度 那現在這張圖就是在漆欄那個那個綠色的點是三姐妹 就是我們去年有拍攝那個那個臺灣山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下面是不是有個粉紅色的點 那個是光達超過60米的高度 那他有一點點誤差啦 就是但是還是算是滿準的 就是你可以看那個距離大概幾十公尺 那那現在這些紅點都是超過60公尺以上 那有的甚至超過90公尺以上 但是即使是這種資料你一定要地面部隊去確認 就是他到底組不準 然後還有在他上面他的周圍的野生動物啊 植物的環境跟都是需要去實地監測 所以這一次其實我邀請他來主要是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已經做很久了 就是希望他們提供相關方面的經驗 Does anybody read National Geographic in Taiwan? 國外地雜誌 大家有唸 應該有吧 Oh come on I bet there's more people who read National Geographic Come on Yeah 至少有一兩期 Did anybody recall a photograph of the three sisters trees? 去年的12月2號就是那個台灣山三姐妹的那一期嗎 Yeah 現場有人看過那一期嗎 Yeah This was some of Rebecca Sue's work Right Yeah Yeah Many I know I know Did you talk a little about exaggerated measurements with slopes? If you wanted to describe a little bit Yeah You can do that I haven't I just said that the great spot are the three sisters The three sisters here Yeah There are some not that accurate Yeah Because of slopes Yeah So Taiwan is an extremely mountainous place with very steep slopes We have some areas in Oregon and Washington that are similar terrain but not as expansive as Taiwan It's a very interesting landscape here that I'm completely blown away by It's so beautiful But one of the problems that we've had using LiDAR in Oregon Is that sometimes we get the on a steep slope we'll have the tree that is leaning out over the slope And the measurement is exaggerated because it's taking the highest point of the tree and then getting the lowest part of the slope Right And so that's kind of where we get why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go out and follow up on this information Report that back to the folks who are using LiDAR So that we can figure out how to solve that problem 那他們在Oregon啊跟華盛頓州就是跟台灣一樣有一些地方就是很陡峭 那台灣又更陡峭 他這一次跟我去爬山就知道 然後呢 然後就是在那種陡峭的地方裡如果樹長 通常它會長斜的嘛不可能垂直 然後那個光打打下來的時候其實它是到下面的深谷 然後這個樹高就會被高估了 所以其實我們光達資料有超過140米的樹 不過我們不太相信這樣 那就是他過去的經驗也是會這樣 然後他會回去再回報這個測量局 有關這方面的資訊這樣 我還要再說 給各位不認識的 LIDAR是一個表現的地球面 雷吶什麼很頻密的資訊 這部分跟機靈的電影 多細節的資訊 對啊,都聽不懂的 好的,謝謝 這裡是個一組的 展開的工人 从几十天前一天 我们去了这些检测的检测 去做一些检测的检测 我们曾经过一个很高兴的检测 谢谢您的检测 你会有点免购的检测 我们会有点问 我们的检测 什么检测的检测 一千年后 一百年后 二百年后 I like this quote If you would understand anything, observe its beginning and its development We really have to be able to look at trees now We have to know what trees look like before our influences and sometimes even finding bad information is very difficult Going back into records and looking at what did the environment look like You know, even 500 years ago Before a lot of this documentation was available Gran said that you really like this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a thing You need to start from the beginning And then you need to look at its development It's like we're doing animal monitoring We're doing a long-term monitoring So,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a tree So,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a tree This photograph is another photograph of that tallest Douglas fir If you notice, the top is dead We still do measure the dead parts Because it's the history of that tree 它仍然是一部分那棵 而死的部分也很重要 那攝影師那時候還是用底片機嘛 然後就是爬到樹頂 然後就是要燈 然後就是要燈 然後就可以嚇得到這張照片 非常漂亮 所以這裡是一棵樹 在華盛頓州 美國是一種藻園 它現在落了 但是我們覺得 最大一棵樹 如果你再考慮一下 哪種類型的心理 這一個藻園 你認為這一個藻園 這就是藻園的名字 而不是那種類型的 如果你想像世界上最高的树,你第一个想到什么树? Cequoia dendron Cequoia dendron maybe, right? Or Sequoia Supervirons on the coast of California Well, this is actually the tallest tree that we have good records of And it's actually Pseudosuga manzizii, which is Douglas fir Now, did you see what just happened there? We know the information that we have learned about Since we've been around on the planet, right? And without that historical information, we would think that the tallest trees on the planet would be the redwoods, right? So once again, that's just kind of like some of the work that we're doing We're trying to set that expectation and have those explanations for species So this tree was actually 395 feet tall, almost 400 feet tall It was a Douglas fir, and it was loved by the local people In fact, it was loved so much, it was kind of loved to death The top broke out, but there was so much impact from people driving and picnicking at the base of the tree And also people stoking fires for picnicking and burnt out the bottom of the tree And the tree eventually fell over Oh, it's funny It's funny Yeah It's fu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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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see Because I want 我喜歡這棵樹的都在下面也擦擦幹嘛的 然後在下面生火啊 然後反正後來這棵樹因為大家太喜歡它 後來就倒了 因為像我們很喜歡例如像很大的那個龍樹好了 就是跑下去玩啊 然後就踩踏啊 其實對這棵樹不是好事這樣 我們必須要記憶到這個時候 當時的基本的想法是 因為它是一個資料的那裡 那是有很多的地方 但是那些時候都變成了 所以這裡是一個古代的古代的古代 在 Tillamook,Oregon 這棵樹是在大約25的大約 這棵樹是被燃掉的 1903年 大大小火 我们看到的火炮因为我们 可不关火 这样的案内 就设计结合大300吨大 但我们没有认为 广州的设计 如果那个真正的话 这棵木坳员特长在重大 和 General Sherman 正是这个栋之栋 并在重大 首次最大的活動物體是 General Sherman Siquia Dendron Gigantium 在西方公里 這類型的記錄 Citca Spruce 他們都會講說1993年有一個非常大火災 然後他就說這棵樹就是在火災的時候被燒死 那這棵樹它的數位有七點多米 然後那時候沒有精確的樹高測量 因為可能沒人爬 然後所以就是如果這個紀錄是正確的話 那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樹是謝爾曼將軍是世界野 他的那個才積就是最大的 那如果這棵樹的紀錄是 樹高它有大約有估計 如果是正確的話 事實上這棵樹它比目前最大的謝爾曼將軍還大 然後所以就是它一直在提醒我們說 我們在做這些紀錄的重要性 So here's another one I thought that I might mention Beans were here in Taiwan Here's one of your biggest trees Not the biggest perhaps but one of the largest of the species in the Alishan I'm sorry Ali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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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st And this tree was definitely a record tree that has measurements and photographs and was well documented throughout history that eventually because of our influences to the changes to the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this tree also toppled which you can still go visit this tree on the ground but that this tree was very significant for or Taiwan 那他就舉一個我們本地的例子 現在這些高中的小朋友可能就不知道 就是阿里山神木 那他也是 因為他一九年六年就被發現 很大啊 然後我們的旁邊蓋了阿里山鐵道 然後就是一直大家都覺得阿里山神木很大 可是現在你也是可以去看他的 只是他倒下來看 看倒木這樣 OK So we've talked about trees we've talked about big trees and some of our work climbing and measuring these trees which is amazing really fun work that is adventurous and we get to explore and work with research teams and travel to these sometimes unknown places it's very exciting work and but now we're gonna change part of the presentation we're gonna start talking about wildlife 我們剛才的主題是介紹就是 就是為什麼他們要探勘巨木 因為就是要留下歷史記錄 讓我們知道這個物種可以長多大 那這個探勘巨木當然就是很興奮啊 你要冒險啊幹嘛 然後可是現在他要轉到另外一個主題 就是有關野生動物的棲地的部分 I am going to read this off of the off of the slide so as far as translation goes that might be easier wildlife wildlife is defined as wild animals collectively the native fauna of a region generally the term wildlife refers to non domesticated animal species like dogs or cats on urban wildlife in our urban setting which is what we're going to be focusing on today is wildlife that can live or thrive in urban environments some urban wildlife species are synanthropic and this means that they are ecologically associated with humans so some species can adapt to our influences easier than others for instance birds that are omnivores that don't rely on only fruit or only insects that can eat both oftentimes have a better adaptability to our our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of forest degradation and and the removal of trees to make space for buildings were oftentimes were either influencing the populations of insects or the trees that provide those specific types of fruit for the birds that rely on them 那他現在先介紹兩個定義一個是野生動物的定義野生動物定義通常就是指說那些不是外來種就是當地原生的物種然後呢他們也沒有被群化就是他就是他是生活在野生的那個原始的環境裡 那另外一個是urban wildlife就是說我們都會區的野生動物那都會區的野生動物就跟在原始裡的有點不一樣就是有些野生動物 例如像白頭翁啊馬雀啊或是像五隻鳥他們可以生活在都會區的環境然後他們比較可以他們甚至可以適應就是我們我們人類一些像建築物啊這些環境那現在接下來的我們的討論會比較趨近於野生都會區的野生動物 對嗎oh?! oh hey question please I have a basic question. in the wildlife? Absolutely. as far as what we're defining as wildlife here are insects included? Yes. the the dificult in the U.S. anyway 我们不需要防止的防止性质量 我们不需要防止性质量 我们需要防止性质量 我们有防止性质量 它就是不同的防止性质量 我们会谈到不同的防止性质量 我们在美国的防止性质量 但任何生质量是比较生质量 我们可以说 剛才我們葛博士 她是個研究研究研究 她做了所有研究的研究 剛才葛博問 昆蟲算不算野生動物 然後她說當然算啦 可是她們在美國啊 通常保育類就是不含昆蟲 她等一下會介紹一下就是 在美國她們的保育法規是叫ACT 她們是會去一直不停的修改這些保育法規 然後會有不同等級的 所以她們不是叫法律叫law 她們叫ACT 她等一下會介紹 那個就是我們台灣人會比較陌生的部分 那你當然也可以說 像藍金肚子裡的細菌也是很稀有 可是就很難保育 所以 然後我個人的意思是 所有的都是一樣重要的 雖然法律不能保護所有的東西 你們要 tenho Enapa here in Taipei southwest Education 所以 Например atha了 或者那些魚 或íss tv 又哇 甚至動物 我們一起搭配 我們從來 一ина地方 雖然和一個我們 和通常نا 另外一部 會 még егод7 你有小羊的這裡嗎 你好 鴿子,蠻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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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说有些东西是因为人类带进来的,他们美国还会带俄语,我们是美国的。 蠻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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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因为人类带进来的。 风,蠻尼,蠻尼,蠻尼,续尼,蠻尼,国的最大的残疑, conference的灵笔,根据暖定基因 하나是中国蠻尼, 这就是很一样的证损。 北美国的鲜,鲫尼,蠻尼,蠻尼,蠻尼,没有尽全居尼, 在15.06年,現在是活動,特別是在環境中。 我們將來改變環境,讓藝術適合我們,我們將會更適合我們, 我們將會讓藝術適合我們,更適合我們, 而更適合我們。 是他們帶進來的,大概十五、十六世紀 後來這些鴿子帶都因為他們很適應人類生活,就活得很好 反倒是他們一些原生的物種被排擠了 最後我們可以說,不同類型的地區 支持不同類型的生物 和既成這個地區的目的時間 和既成為我們改變了我們的需要 和既成為我們改變的建立 和既成為我們改變的 會和既成為我們改變上我們的改變 和既成為我們改變的 其他態度和既成為我們進行的 和既成的運作 這些都市裡的野生動物 人生勝利主 這些能夠成功的在都市裡生活下野生動物 其實它有很多原因 那這個就是大家要去讀生物課本 這些專有名字 它的適應性 其實跟我們都市化的程度也有關係 還有它的演化速率 因為有的動物它適應很快 它可以很快的轉變基因型 OK,所以我們知道生物是 我們知道生物的生物是關於它的適應 但是什麼是適應? 適應是一個生物的環境或是地域 它是一個適應的類型 它是一個適應的類型 是一個適應的類型 或是其他類型的生物 適應是一個適應的 例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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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正做一個棲地的定義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要幫野生動物 在都市林裡創造核式的棲地 那其實它是所謂的棲地 它是一連串物理環境跟化學環境的組合 那它可能包含就是像土壤啊 濕度啊 溫度的變化 或者是光線啊 然後或者是附近有沒有它的食物 然後或者是這個遮蔽 就是還有它可以就是躲避它的天底 所以我們喜歡什麼類型的遮蔽 像我們人類你喜歡怎樣的環境 就是棲地 所以我可以介紹一下 如果我們現在坐在這個房間 我們有些窗戶 因為我們想要有燈在房間 我們有一個屁股 它在外面有點暖和暖和暖和 在外面有點暖和暖和在這裡 沒有 就例如我們舉個例嘛 我們現在坐在這邊還覺得頗為舒服 因為我們一些窗戶保持通風嘛 我們有屋頂讓我們不會淋雨 不會吹風這樣 我們的保護 我們是比較像窗戶居居 對嗎 所以其實人類 以它的觀念來講 因為它其實 因為我們現在之後會講那個窗戶 就是喜歡住在洞穴裡的一些動物 那其實我們人類是不是也是喜歡住在洞穴裡 對嗎 對 對 所以我們喜歡一個特定的座戶 然後我們什麼是溫度 我們什麼選擇 我可能會說 我會選擇發穴 因為我不知道 我會選擇的溫度 在上面的頭上 但是 可能一個溫度 約65至70度 是我們最喜歡的溫度 在居住的空間 那現在考慮溫度 像我們大家應該大概選到二十幾度 它用滑式大概就六七十度這樣 and how much moisture it's pretty arid right when we wanna bring plants from outside and grow them inside of our house if we close the windows and turn the air conditioning on and it's very dry those plants won't survive right because they need a different type of of moisture availability and we don't live in isolated areas really far from each other right typically we like to live in communities right 然後我們人類是社會性的動物嘛 我們喜歡大家就是 比較少啦 喜歡獨居的人應該比較少這樣 hence our urban environment yeah and then we also we like to have food nearby right how far is the the closest restaurant from where we are right here how far do we have to go 然後我們也要吃的嘛 所以 距離我們最近的那個餐廳大概多遠 100m yeah across the street right we like to keep our food close to us what we are doing here is we are describing our habitat needs and how we have created our cities to meet our needs that are suitable for us each species everything every living species has its own preferences and so as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habitat and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se species that rely on trees we first have to understand what their preferences are and so we'll describe some of those are and so we'll describe some of those Defroganisation and development is the first one that comes to mind. Invasive flora-this is a very expensive issue that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have to deal with, as well as invasive fauna. Deforestation-this is an international or worldwide issue right now. i'll also I have over here I have arborist this is because this presentation I bring and I talk to this to arborists those who work on trees the practitioners who are cutting trees we really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our impacts are when we're working on trees and that we are affecting the habitat for these species and then also some urban management practices like raking 消оны frustration 整家事有所差的Former 市中 하겠습니다 整他整紅棟有點好 整套�히住房床 讓食物影全郵中 我們用的一些資料 取 Sean 通過一些調整的akis 要考慮應劃 生化了 烈 燈 燈 街道和其他文化的影響 那或者是像我們會帶進來一些入侵種 那還有你把原森林砍掉 然後他特別提到像他們這種樹液絲在處理樹木的時候 其實你也是對這個漆地造成一定的破壞 那還有像我們一般就是都市林的管理 例如像公園入燈管理處他在做一些掃除落葉的工作 或你颱風前的準備你砍掉一些枝條 這個其實都是會對野生動物造成一定的影響 那還有污染啊或者是其他的人類因子這樣 然後我們的敏感性和我們的標準 在我們認為是可適合的或不是 當我們在談論這些習慣 或類似的狀況和狀況 為避免的狀況 我們作為一個社群人 我們作為一個社群人的標準 我們作為一個社群人的標準 所以你的社群人在台灣 可能會有一個不同的標準 在你身體感受到這個 例如,我現在聽到 我們應該說的聲音 對我來說,這個聲音 我感覺到我正在一陣子 正在這陣子的聲音 但在這陣子的地方 還是在台灣的地方 也覺得這個聲音 可能是一個比較普遍的聲音 可以聽到這陣子的 這個發展的 想聽到這陣子的 這個地面的 是這個地面的建築 是這個地面的建築 這個地方是很重要的 我們必須能夠在那邊運行 當然 我們不喜歡那些造型 他在講說就是不同的社會啦 就是像他們在北美的社會 還有我們台灣這邊的社會 你每個人的忍受程度都不一樣 然後所以你在做這些都市領管理的時候 其實你要因地制宜 那比如說他舉個例子 像外面在蓋捷運所以那個很吵嘛 然後他就覺得如果是他的話 他會以為是地震要逃跑的這樣 Speaking of which, was there an earthquake this morning? Yes, I felt it. I was in bed with English. Yeah, that lasted maybe six seconds or so. Yeah. Very mild. It's in East Taiwan. Yeah, I could feel it here in the hotel. Okay, let's see here. So, here's an example of a of a... Oops, let me go back one. Okay, here's an example of a cavity-dwelling species. This is the northern flicker. This is native to Portland, Oregon. And it is... We have a fledgling here, who is getting older. And the parent bird is feeding the fledgling. This branch here that you see, This is hanging...it's in the right-of-way. Which is in the US, that's...you have the road. Then you have the sidewalk. And then you have an area called the right-of-way. Uh, where we plant trees. Or you have the road, the right-of-way, which you plant trees. And then the sidewalk. Uh, so this tree is in the right-of-way near the road. And this big dead branch right here is hanging out over the road. And the management, uh, uh, decision for this, uh, piece of wood was to remove it. Because it's dead. And it might fall and hurt somebody. What we're getting better at, at, uh, as arborists, in making these decisions, is checking to see if this is actually likely to fail or not. So what we did was we put a rope on it, and we pulled on it. And we found that it was actually quite strong. And that it had some decay up here, which is suitable habitat for a species just like this. And this bird had not moved in yet. There wasn't a nest there. Uh, the timing of the year was, uh, I think it was January, February. And, like now, and a month later, uh, during breeding season, this,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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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es moved in. And, uh, and we were able to, uh, to watch this species and see,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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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young, uh, this young bird grow and eventually fledge. Uh, and an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Northern Flicker is that the fledgling, uh, after it fledges, it actually stays with the parents for several months, uh, foraging and they stay in the nest. So it's a really fun bird to be able to observe. It doesn't just, uh, leave the nest and then they're gone forever. Uh, uh, they stayed in the nest as a family, which is pretty cool.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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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iffe errgala. Tell it the detective, uh, National Flicker. 我哲, uh, uh, play um, uh, uh,�, uh, Blicker, uh, uh, Flicker is somewhat cuma maconc. Hmm, sorry. Oh, that it's families Joph, uh, uh, Oh, that it's kind of uh, uh, ourselves, like now말 sú. Web être, uh, University of the West Virginia Woolw. included tet. That Marion Wiesck, uh, Australia've been lookin' ofária. 他坐藏那個褲子 他其實在公路的上方 然後那個管理處就需要他們 去把那個褲子移除 然後可是因為他們就發現 鳥在裡面生火 然後所以他們術醫師的工作就是 他們去測試這個褲子有沒有可能會墜落 然後造成危險 所以他們就用繩子去測試去拉他 然後就發現其實還蠻強壯的 那就講說這種鳥很好玩 就是他是大概一二月的時候 他就會先去站那個褲子 你看他在上面 他等到三月的時候 他就會搬到下面的洞 他就在那邊養小鳥 那養小鳥 小鳥離草以後 這種鳥他是會跟著爸媽幾個月 就是學習如何生活 是還蠻有趣的 Yeah And so we know that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possibility for habitat that it's not always used But we do know also that because we recognize the value of the potential habitat and our decision to leave that that this was successful and that we do have a responsibility when we're managing our cities and we're managing our parks we do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recognize these types of habitat for these important species 那他的例子就指出說 當我們在做都市林管理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責任去保留這些潛在的棲地 因為其實他們不會一直 這些野生動物他們並沒有一直去用 你不會一年世紀都看到那隻鳥在那個窟木上 可是如果把他移除的話 那他們就少了一個棲地 這樣 So in the U.S. we have a migratory bird Sorry this is from a This is actually in Canada We have one in the U.S. as well This is from a different presentation Taken from that I gave in Canada But really it captures the same thing We have a migratory bird act that protects migratory birds in our country and so what it does is it prohibits killing, capturing, injuring, taking or disturbing of migratory birds damaging, destroying, removing or disturbing of nests and a couple of pages on other ways you can combine those words together and a few other words basically saying you can't do anything with these birds they're protected and so are their eggs and in some cases so is their habitat 那這邊舉一個例 就是他們美國有一個 候鳥保育法 因為他之前在加拿大演講 所以不小心拿到加拿大 沒有錯 但美國也有一個 那就是基本上就是說 這些候鳥有一些物種是被保育的 然後如果你傷害他鳥 或是他的蛋 都是會坐牢的 如果是被判核,當被判斷 那賤,當被判斷 那賤,當被判斷 那一萬人給判斷 那賤ения 沒就得比 ré 以及法律的性質 與法律的性質 以及法律的解釋 以及法律的性質 包括法律的性質 以及法律的法律 再有法律的公司 有些的工程 公司 或者数捕鑼的工程 或者使用 我們需要的工程 或者 我們的牙 像牙蛙 如果罰金很重 100 萬美金 大概是 3000 萬 或者是被關三年 可是如果你是電力公司或幹嘛的 你是專業的 例如我們職業駕駛 如果有車禍會罰證這種意思 如果你是專業然後你又傷害到這些 你會被罰的更重 Does Taiwan have any laws that protect any sort of birds or animals here? We do have a wildlife conservation act Yes, that is similar that protects maybe not the money or how it's offense and conviction but maybe something that is described similar to this that protects the eggs, protects the nest and protects the bird Yes, we have similar laws to protect them but it has to be in the red list Okay, so that's a different so that's for Endangered Species Act, right? Yeah, kind of Or more for Endangered Species? We don't protect our migratory birds Okay But when they become endangered then there might be a period of time once it's accepted that it is added to that list as an endangered species Oh, yeah because he knows birds as well and he said that some Endangered Migratory Birds also include in that list I hear some questions and some conversation when I'm proposing this question during this presentation like there's maybe some unknowns.This is common in the US even in Canada when I present this to arborists and I raise my hand and I ask the group of 500 people are you familiar with this law and I see no hands raised. Already? Yes. So it's not information that most of our public actually knows and understands and so that's kind of part of this is reaching out and making sure that folks do understand both the protections but also it's very sad when you have an offense and the person says, well I didn't know but they have they have fines or imprisonment and it's really sad because we we understand you know they probably didn't know but I don't know. 然後很多人就是被罰了或被抓了都不知道他到底為什麼被罰或被抓 他就覺得很悲傷 所以他覺得就是應該要教育才罰 所以應該就是要多傳遞這方面的訊息 這些有些保護財產自在美國 在俄羅盤的地方 狄牌 這是我們社會檢查的 的是狄牌 我們還有一些狄牌 可ven, Canada goose and American robin 那些特别是很可怕的可难 occasionally受到这些法院 如果我向来说这些人过来 在这里的川普当说 他们听说这些网站是抗产的 他们说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他们被危险了 那些法院是不同的 那些法院的法院 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因为他们有很可怕了 它並不保護 類似的例子 例如鴨鴨 很普遍 但它也保護 所以這點是 理解那些法律 然後理解那些法律 以及各種類型的法律 以及各種類型的法律 它說像這邊就有一連串 它們就是一個清單 那像第一個ball eagle 就是它們美國的國鳥 白頭海鷹 那大家都知道那個是保育類 然後可是它下面舉幾個例子 像那個common raven是烏鴉 常常看到 還有canada goose 就是那個加拿大雁 那個他們河裡面一大堆 還有那個american robin 就是他們房子旁邊都一大堆 那個草那個枝根鳥 然後他就問一些朋友說 欸你們知道這個被保育嗎 他們就說靠這不是很常見嗎 怎麼被保育這樣 然後他說其實被保護跟 瀕臨絕種是兩回事 他們這些物種還是被保護 那你還是不能去動它 那我就跟他講說 像我們三強也是很多 可是它也是保育類 就是有類似的情形 我還要說 我還要說 這個項目有幾百種種種種類 我只有幾百種種類 就是一些蒜莉兒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 都是我們的 cavity dwelling 所以這些是我們 這些居然的 這些居然是 我們會談到 cavity dwelling cavity dwelling 跟牠們 和一些牠們 的野蠻 這個代表是用於棘所謂測試用來指鑰 without the presence of a tree with a cavity, they cannot survive 這類型是在俄羅斯 或是在美國嗎? 這類型是在俄羅斯 這些類型是在俄羅斯 所以其他地方的美國也沒有這些 這類型是短的 短的短的短的短 這是一個清單 就是住在利用樹洞當棲地的物種 他們奧瑞岡州的 他說其他州不見得有 然後這個是簡化的清單還有更長的 然後這些動物他都只能住在樹洞裡 那個岩洞那些他不管 然後像第一個 Wood Dock 就是木鴨 有時候看到那個椅片 那他昨天就有問我說我們台灣有沒有類似的清單 我很無知 我說我不知道 就是說可以 就是利用樹洞作為棲地的物種 不一定是鳥類也有 這邊都是鳥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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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不是鳥類 然後對他就說首先你要有這個清單 就可以做之後的保育工作 OK 謝謝 謝謝 C Today 我請客集中rí期的長課 看看 這裡和上てですね Fitzer ra del年要靠 一個短列し 較為的是台灣 Taiwan barbet whistling thrush I found 13 owl species that also use cavities I'm sure if I had more time there would be quite a few more species to add to this list but this is just something I found this took me about 10 minutes last night to put this slide together I couldn't find an actual list in Taiwan I'm not the best google searcher but I couldn't find a list of cavity dwelling species available for me to refer to 那因為他只會問我啊 我也沒這個清單 然後他就自己做功課 就列出這個台灣 他說他花10分鐘去google 然後就列出這些鳥 其他我都不太曉得 還有最下面有13種 13種那個貓頭鷹 就在台灣利用樹洞生活的 當作棄地的動物或鳥 那他也找不到 就是我們有 國家級的 就是類似這種的清單這樣 對 I do notice that there are some students in this room and maybe this could be an assignment to put together a better list for these species 有建宗的生物老師 可能可以跟學生當作家庭作業獎 itís anyway 這是 One of our largest cavity dwelling species this bird actually does live in rock clîfts and caves and areas like this as well but when we see a bird or a species reproducing 在其中一個地方,我們認為這部份是一個適合的地方 如果它是在那裡,它是適合的地方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 California Condor 也是用植物品的用品 這是一種加州圖鷹 基本上它是在岩壁上築草 可是它就有發現 加州圖鷹也是在樹洞裡築草的 理論上你發現一個野生動物 它會在這邊繁殖的話 這是它喜好的棋地 所以它喜歡在那邊成家立業 它左邊這個是紅山 然後右邊這個是世界野 然後都是蠻大的樹 可是這是兩種不同的森林 大家可以發現這兩張照片有什麼相似之處 兩張圖片 兩張圖片 一張圖片 兩張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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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圖片 兩張圖片 有什麼相似之處 剛才有人說 洞都很大 大家覺得還有什麼相似之處 兩張圖片 我們不太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說 它們應該是很大 我們應該是最高的 我們應該是最高的 樹都活的 樹都活的 這些是 living trees 它們有被燒過 所以, both of these trees were burnt at the top not at the bottom at the top What kind of forest fire burns at the top of trees? Light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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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start the fire but we actually in the US part of our fire ecology we have fires that burn at the top of the trees the fire doesn't even get to the ground it's a massive fire that that blows at across the canopy yeah, from tree top to tree top yeah 那這個還有一個相似之處 就是,這個樹都是上面被燒 它不是雞部被燒 那有可能是 那個閃電 那還有他們在美國 還有那種大型的森林火災 每年夏天都有 是只燒樹冠 Here's some more information for you this type of bird stands about this tall 這個凸鷹大概可以到 他肚子那麼高 so what's so we know that this is up in the in the canopy right we know the size of the bird now so what diameter do you think this tree is? all the way up there one and a half meter maybe one and a half meter diameter 大家覺得這個樹 鏡有多寬 right and how long does it take for a tree to get that tall to get to that size and diameter do you think? 大家可以想像說 像這樣一個 一棵大樹 就是你要那麼高 因為它喜歡高的嘛 然後又要這麼寬 大概要多少年 才要一棵樹 這樣子 two hundred two hundred three hundred maybe maybe something between maybe five hundred to two thousand years old right so very very old trees just like you have here in Taiwan you have old trees right do you have trees here that live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yes how big are they? the biggest one is Cyprus yeah it's about 10 meters 10 meters diameter down by the ground yeah right so very big very old so when we start putting together all of this information right what we're doing is we're starting to we're able to describe the value of that habitat can we recreate this? can we make this happen? can we make this happen? no right so what's the value of something like this for this species that reproduces here? priceless priceless right when we see something with a massive cavity like that that a bird is reproducing in that is priceless very valuable so we've talked a little bit about causes for habitat loss this is a species in North America that is no longer with us it is now extinct do you have any extinct species here in Taiwan? an example cloud leopa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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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old you that big cat right oh the cloud leopard exactly but that hasn't been actually on the IUCN anyway that hasn't actually been listed as an extinct species yet but we think it's probably going to happen yeah right I think it's also birds some birds right so we want to keep this from happening our urban areas are they getting smaller? exp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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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and where are they expanding? are they expanding into the mountains? yeah a little bit? at the top of the mountains? some not as much more down low right?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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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wlands right so and can the upperland species live in the lowland areas? no no but we can predict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more urbanization and more 有更多改善的環境,在低海拔的環境上有更多改善的環境。 核? bén Domine and farming, Ela試cía hunting because it was disturbing the crops. This is a cavity dwelling species. I think all Dalekytos are a cavity dwelling species that I'm familiar with anyway. 所以這是一種栽培的種類,它需要那種非常價值的、價值的種類的種類的種類, 在一些牠們,不是在所有牠們,只是在一些牠們, 它是完美的種類的種類。 當我們把牠們削除掉,牠們的種類就增加了。 牠們是絕種的鸚鵡,那這種鸚鵡它是在低海拔,然後牠喜歡樹洞,因為大部分的鸚鵡都是用樹洞繁殖的, 那而且牠就是喜歡某些種類的樹,那如果,然後牠絕種的原因有很多啦, 有些是就是因為我們氣地變化,因為在低海拔就是你大部分都都市化了, 那還有就是牠會去危害農作物,那所以後來牠就絕種了。 所以我們可以說,牠們可以在日常的生命中影響, 跟我們的行為、我們在行為、我們在行為、我們在行為。 那是你的畫面嗎? 對不起,我做了很多我自己的描述。 這就是我的描述。我會有幾個描述。 這張鸚鵡是牠畫的啦,然後牠說就是, 其實我們每天的生活都在影響野生動物,那你可以是正向的影響,也可以是負向的影響這樣。 所以, knowing that we have impacts on wildlife, whether we want to or not, we are impacting by our behavior with one another, just being here today, the what I'm doing and what you're doing, we're impacting each other, right? just because you're here. So knowing that we have impacts, how do we reduce those impacts on wildlife? 其實我們的生存就是互相在影響。 那所以現在我們想要做的是, 你知道你如何的影響, 然後還有你如何減少負面的影響對這些野生動物。 Well, if we're working in a place like, I don't know, the Taipei Botanical Garden, a place like that, somewhere around here. Yeah, it's right here. Yeah, yeah. Alright. So we're going to be working here today. Yeah. But if we're working in a place like this, with all these trees that provide habitat for wildlife in your urban area, you want to see birds there, we want to enjoy that. We need to think about protocols on how we reduce those impacts when we're working. Knowing whether it's breeding season or not, that's huge. If we have to cut a tree down or if we have to do some work that might affect the cavity-dwelling species, we don't want to do that if we can avoid it. We don't want to do that during breeding season. We would rather postpone that to the off-season. That's what I've said. I've said that for the Taipei Botanical Garden, I've said that for the Taipei Botanical Garden, we need to reduce the damage of the animal species. We want to reduce the damage of the animal species, because we want to see more animals in the area. First of all, you need to know the animal species. If you scene in a bird's womb, you're going to test and then freak out any food. Some other things we can do is to have a biologist or wildlife rehabilitation center on call. If we do run into something, aber像跟副平台的照片 可以做熟练的时间 以后大家会看到 在另一个小时期的视频 我们可以调识或是重视 在一天过程的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的观想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 我们可以看到的 我们的现象 会有少年快的游转 或是游转的地方 都是在这一旁市场上的地步 在晚上的地步 在那一旁店上的地步 所以这可以改变 不要把动作或努力 如果有些跌入检测,只是有动作 然后在检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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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这种鸟在检测中 就是这种鸟在检测中 那他這張簡報主要就是講有關 有關就是我們在做經營管理的一些規範 那就是說希望 嘿 有毛病 我抱歉 就最好有相關的生物野生動物專家 就是你可以詢問 然後就是你在做師做前 你要先去觀察就是看看 然後因為就是有時候他那個動物 就例如在我們台北植物園 他可能早上他喜歡在這邊 然後他下午到別的地方活動 所以你其實要有一個時間的觀察 然後還有就是你在師做的時候 要注意野生動物 然後還有就是如果那鳥 他在那個樹洞一直來來回回 表示裡面一定有小鳥 然後就是不要去移動那些草 就是有小鳥的草 然後就是有更多的訓練這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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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人們是負責任的負責任 你覺得人們是負責任的負責任 負責任 但是我們是負責任的負責任 而且我們是負責任的負責任 那需要有負責責任 那是社群的工作 那是所有人的工作 要考慮這件事 但我覺得更加專業的人 應該在未來負責責任 因為我們在美國沒有在過程中 在美國的任何方式 德柏就問說 就是像這種 我們試著減少對野生動物衝擊的 你覺得大眾會覺得他們也應該負責嗎 那布萊恩他就說 他覺得越專業的人越需要負責 那我們當然需要教育大眾 但是如果我們是實際在這邊做私作 或者是我們是專業管理的 那你就必須要更有這方面相關的知識去負責 當我說我們,在美國 我其實應該會談到 一個世界上的角色 因為我身份的 因為我身份的 中央社會的研究 所以這不是只在美國 但如果你拿到你的研究 你拿到你的研究 你拿到你的研究 如果你 recall Briant,他其实是国际书医师协会的成员之一 我讲过他把他带到奥日刚州 他说在他们的书医师的考试里面 其实根本就没有提到像这个野生动物棋地的知识 所以他觉得其实是做得不够的 因为这个北南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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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我们的北南南南南南的 多当是我们的检测 Jaime 准央净 因为所有 player存在会上的 是因为 还有你 in Taiwan a Taiwan we can trigger them to respect or look into this that's a great question so the question is there's cities like Portland where I come from that get these awards for being green 如何得到其他社交平台的社交平台的社交平台 如何得到其他社交平台的社交平台 我希望在此時,即使我們有些獎項目的獎項目 我們不做得到很好的工作 我們正在說話中 這就是新的社交平台 因為有些獎項目的獎項目 有些獎項目的獎項目 笑著鏡頭 其實是在地上的社交平台 和公司的法國的法國的法國 和法國的法國的法國 和法國的法國的法國 也有些人在尤其中 也有些人在尤其中 公眾地有共識嗎 那剛才這位聽眾就問 像這些有關 聖動物區地保育其實需要公眾的有共識嘛 那他說就是因為波特蘭相對是對保育比較進步的程式 那他說即使是這樣的話 波特蘭也是有經過很多的痛苦的時期 抗爭啊 然後慢慢才會到現在這樣 那他現在要講這個就是目前他們波特蘭最新的發展 那他說其實全世界都一樣啦 不是說你一個法令通過 或者你一個剪了財 然後就是這件事情就已經做好了 其實不是它是慢慢的 需要一個時間去建立共識這樣子 Thank you so this is what the breeding season looks like in Oregon so this is what we refer to as February to August as the breeding season during this time we're trying to educate more people about this and the work that we do especially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trees but that the removal of trees if possible we would like to postpone that type type of work into these other months that can't that doesn't always happen but if we were are working in within these months that we're creating new training material for those professionals to be able to do inspections and be able to work without with redo with reduced impacts during the breeding season Does this mean from spring to summer you lost your job? In some parts of the US like Southern California they had a high number of violations where cities actually did create moratoriums on pruning and removal of trees during this season during breeding season that created an economic issue but But it's a good way to refer or reference the importance of this subject material now is because our populations of wildlife are still decreasing and either we get ahead and we train people and we think about this now or later we would expect more moratoriums on pruning Yeah 嗯 他說他們現在就是他們樹液接在推動這個就是那個綠色是大部分野生動物繁殖劑那藍色的月份像1月9月10月11月12月是非繁殖劑那他們希望推動就是你在修整你的樹木是在非繁殖劑然後這樣會減少對野生動物的干擾 那如果就是你一定要在繁殖劑施作的話他們現在在做新的那個規範就是做一些新的規範然後就你一定非得在這個時間施作的話你要做一些例如像先事先的觀察或是減少對野生動物衝擊的一些施作方式這樣 那然後因為事實上在他們那邊野生動物例如在加州或者是奧瑞甲和野生動物的都市的野生動物數量還是在減少 E Yeah and I think that one thing to… For me to remember anyway Is that as human beings It seems to me like One of our great strengths is the ability to react when we need more conservation And when we need to help species or wildlife that we're influencing their populations 那他就是說像我們人類的強項就是很能適應環境 就是如果環境改變或針對保育 如果我們發現需要保育員會去做這方面的改變 那比較弱項也就是我們通常是必須要做行動或改變都是我們不得不去做 就例如像現在可能全球暖化啊然後你就覺得天氣變化很厲害啊 就是你一定就是你逼不得已才去做這樣 那都是我的兩元値之一 而且雖然雖然我會講到大學 這就是PNW的Nesting Bird Habits 我們在那時候看到的季節 我們也想問為何他們在棄地呢 在棄地的棄地? 在棄地的棄地? 在棄地的棄地嗎? 或是棍棍棍棍 所以我們可以看我們 研究所說的 我們可以拿去 和分成不同的組織 我們看到在PNW 26%的鳥群 是棍棍棍棍棍的 或者棍棍棍 也有一個氣候帶這樣 蠻像台灣的他這樣講 那這個地方所有鳥類 他們有去做觀察 就是他像tree nesting 就是藍色的部分 就是他在樹上做草的 那像那個紅色ground cavity nesting 就是說在地上挖洞做草的 那他們有去做比例 去做研究 那發現大概有26% 都是在樹上做草的鳥類 謝謝 謝謝 這裡是一個例子 的一個圖案 那一個民主兵 放在 London,Ontario 在 Canada 它提到 主要項目和項目的 部隊長 這就是我認為 一個比較 proactive的 我們知道 我們在地上的圖案 我們在地上 所以我們會建造一些大型的診施 去解釋我們做的事情 和我們去作業 像台北的田圖森林 也好看見這些東西 有很多大型的診施 但可能太多了 我認為這是很好的提升 對 他說他們現在設一些規範 這個例子是在那個加拿大東岸那邊 他們在做公園路燈管理之類 公園都市林管理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個規範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小小一頁 然後就是會有講說 你為什麼要有這個規範 然後要怎麼做這些規範的內容 還有說就是一些原則這樣 那他覺得其實我們也 就是臺北植物園也蠻適合有這樣一個小規範 規範說我們在作業的時候 如果有個地方有關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大廈的地方 是我們在哪裡都會有一個小的地方 其實可能會有很多地方 但是如果有一個洞 有些木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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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屋 和一些牙齒 或一些牙齒 或是在地面的地面 台北的草森林 那是一個高級的地點 值得去考慮 這會帶我們去看 其他地方的地點 我們會在照顧 什麼類型的鳥 會使用這種地點 還有植物類 還有創作工作計劃 然後在那裡 這個平良表是他自己設計的 那你也可以隨時改變 就是根據你的需求來改變 那他這個評量表主要的目的是說 我在這邊要工作前 根據這個評量表我來評分 他就有很多嘛 然後說例如這個地方 如果地面是水泥鋪面 那他可能就野生動物比較不喜歡 那如果這個地面 如果是土壤或是有個小池塘 那野生動物就會很喜歡 那他得到的評分就會比較高 那還有就是一些像觀察說 或這附近的灌木的高度 然後樹木的高度 或附近的建築物的高度 那最後你就可以用這個評量表 來做一個工作計畫 那他說因為剛才講的好像有點無聊 他後面會有很棒的部分 那他可能會超時一點 那請大家那個就是 我跟他說可以啦 謝謝 謝謝 所以我們來講說 核動物的發展 怎麼會有核動物的成為 核動物的成為 在核動物的成為 核動物的成為 首先我們要有核動物的成為 首先要有核動物的成為 分解者 那分解者通常是增俊 那不過呢 然後增俊有非常多種類 例如他說 像核根 核根腐病 就是我們大部分想要移除的 就不希望它在都市裡出現 因為它可能會危及安全 然後我們就會說 像核根腐病 這個增俊 因為像核根腐病 我們就說 這個增俊是壞增俊 那可是在生態學上來說 是沒有好跟壞 就是 它就是 都是存在在這個生態系 那是因為 那種類的生態 有一個特徵的意思 有一個理由 做什麼 我們也需要明白 那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 其實這個生態系 各種增俊 它存在都有它的目的 那只是我們必須要去瞭解 再更深入了解說 咦 為什麼會有這種增俊 它存在 它的目的是什麼 呀 不過 我們還有其他類型的 Fungi 包括 さprofitic 那意思是 検物 就是這些型的Fungi 只會裂下 和供生 在牠們的生物和生物,他們並不改變生物的生物 這類的證據,它就是只吃死掉的木頭,它不吃活木頭 所以現在它要深入講一點這類的證據 所以當我們的管理項目是去除掉木頭的木頭 我們也會在那些地方消除荷根腐菌,我們可能會用一些殺菌劑 那事實上它是無差別的全部殺,就是可能我們需要的這些生菌,它也是一樣會殺掉 所以這就是我們進入最好的管理項目 那就是我們在考慮這些影響,以及我們的標準 我們真的需要使用那類的證據嗎? 或我們可以使用其他方式嗎? 所以通常在我們制定工作計畫前,例如我們要做殺菌的時候 你要考慮說,這個的影響,然後是不是我們真的要用這類的殺菌劑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 然後像這個殺菌劑這類的證據,就是我們的朋友,他們是好 那是… 我應該不能用善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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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 所以我們要用善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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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猜猜嗎? 好,我會描述 首先我們需要一個生物棉 我們再次做這件事 我們要把一個空隙的穴 和什麼必須要有空隙的穴 那種空隙的穴 那種空隙的穴 那種不太好好的火爐 那種不太好好的火爐 我先鳥一顆火的樹嘛 然後可是像這樣的 你在森林裡看這樣 他連拿來取火都沒用 那種空隙的穴 我們便可以把這穴 去植物裡或是那種不妙的 然後大家就覺得 髒髒的要把它除掉 生意來說 空隙的穴 是很重要的 製作物在土地 或是鴿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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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鴿男 用過等院 那可是基本上在生態界裡面 像這樣你看起來覺得張張好像沒什麼用的中空島木呢 然後他其實很多動物會用它 那或者有一些鳥類他就是在地上找食物的時候 他也會在裡面找或者是躲在裡面這樣 And this very important part of a tree's process and its life to become hollow and fall down to the ground is a rare thing to see in an urban environment 那像在原始林裡 我們常看到一棵樹它先變中空然後就倒下來 可是這件事情非常困難在都市林裡發生 So how does it become hollow? Well we need a living tree 那他先解釋這個形成的過程 首先你來一棵火的樹 We need the tree to be susceptible to a specific type of decomposing organism which is a heart rot fungi 然後你還需要一種就是讓它中間變成中空的增菌 就是吃它那個隨心的增菌 We need the suitable environment for both the tree, the susceptible host and the fungi We need a suitable environment as well It has to be the right environment 然後那個周圍的環境啊就是也要可以讓這棵樹生存 也要可以讓這個增菌生存 And then finally, if we're lucky, we'll have a heart rot organism breaking away or breaking up the cells and the tissue inside of the tree Expanding, the decay is expanding, the decay is expanding inside of the tree upward and downward As the tree is also growing around it and adding new rings of tissue each year So then we need a long period of time for that to be able to establish inside of the tree and the tree to grow around it 那就是形容說這多困難像這個大的 就是首先呢你要有一個真菌嘛 然後你要有這棵樹 然後這環境要適合這兩種生物同時生存 然後呢因為要夠大 所以當真菌在吃這棵樹的隨心的時候 因為通常樹的中心是死的細胞嘛 那樹它是可以繼續變大 所以你要得到像這樣一個這麼大的真空的巨木倒木的時候 然後你要先讓這棵樹長很久 然後那個真菌吃很久 那可能就是好幾百年 And now finally, if we could get all of those things to come together and happen We could have a suitable place for one of those preferences for the wildlife to be able to reproduce 然後就是要這麼困難 所有的環境條件都非常完美 然後你才能得到一棵子這樣 就是讓野生動物喜歡的它的棲地 And what is our typical recommendation in the urban area for a tree like that? 那基本上他在問一個問題 那像在我們都市裡面 你可以讓一棵中空的樹搞那麼久嗎? to go cut it up pick it up put it on a truck take it away maybe send it through a grinder to make mulch and then bring it back spend money and fuel to bring it back as mulch but now it's not habitat 那通常我們是這樣啦 就是把它鋸鋸啊 然後弄到稅務機 誒我們有 然後就是用錢載走 然後把它打成稅務 然後再用車子 然後用汽油載回來 然後就頂多就是最好放在地面當覆蓋物嘛 可是它已經不是棋地了這樣 所以我們要如何教育說 像這樣一個棋地是這麼難得 就是在都市裡面是很難得 然後我們要等教育我們大眾說 這個很值得保留下來 我會把那問問給你 因為我還在工作上 他說他還在從事這方面 努力 對 其實即使在波特蘭 就是要留這樣 大概想要看起來很難得到的 中空的巨木在都市裡面 也是非常困難 所以我一件事 我所做的就是 所有的狀 那些狀態 我所說的那些狀態 在棋地之中 我去出現在 然後我去做出很多 各種資本的資本 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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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were many sources, very fragment, doesn't all come from that same place. But I spent a bunch of hours collecting that information so that I could find those habitat criteria our those preferences for each species so that if I want to go out and look at a tree and I say four Taiwan barbit I want to create some habitat for that and you want to create some habitat for that and you want to hire me to come in and do that I can refer back to this information right here in my hand or on my iPhone and I can go up and I can create these preferences look at the 那他自己就做了一個這種個人的表格 左邊是那個鳥類嘛 然後上面就是他做的一些像那個Hite 第一個是Hite就是說這個鳥類 這個洞穴居鳥他喜歡的高度 然後他喜歡洞穴的寬度 他喜歡那個樹的寬度 然後他喜歡的那個洞的深度 然後他離地面多高 然後還有他的大 他的那個入口的大小 就他自己就做了一個像這樣的表格 然後很多像嘛 然後他就存在他手機裡 然後像他 因為他像我要做一個那個五色鳥 所以他也把他加進去 然後他就是如果他客人找他去 幫他處理他們庭院裡的樹 因為他們每個庭院都很大很多樹 然後要做一個像這樣的 就是他說他們院子裡有什麼鳥 他幫他做一個棋地 這樣以後他可以來住 然後他就看他的手機 然後就可以立刻幫你做一個 適合的那個鳥喜歡的環境給你 所以這個鏡頭就顯示 這是歐里根 我們在歐里根的種類的樹 我們在歐里根的種類 在歐里根的種類 有種類的種類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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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種類的種類 就像在台灣 然後我會考慮那種類的 那這個是歐里根 歐里根是這樣一個方形的州 然後裡面有很多county 就是不同的縣之類的 然後那他們有那個 就是那個森林形態的圖 那同一個顏色的代表是同一類的森林 像台灣有類似的圖 那在這個不同的 不同的那個植被大 他施作的方式也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開始 我們想看看 Gren片 所以當他在做一個漆地的時候 他考慮這些例如他做的那個物種是什麼 然後這物種他喜歡的那個洞的大小 然後他是那種自己挖洞的 還是他去剪線成的洞來用的 或者是他會離地喜歡離地多高 然後他的這個洞離水 或離他的那個食物來源多遠 然後他的方向 然後或者是附近有沒有他的潛在的天敵 爬水 爬水 他會講爬水 所以當我們創造這些洞 這就是什麼它們會看起來 這是一個例子的一個我創造的 在 Oregon 我創造我的掃插 然後我創造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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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種類似的部分 一個洞窄的雞 或者這支洞窄的雞 所以他會釀切成的屁股 畫面 然後看一屁股 然後明天把吃 matter的圍 然後創造成的圍 然後努造成的圍 各種種類似的屁股 每種類似的屁股 各種類似的屁股 和一種部屁股 然後祝灑 然後搭配這裡 然後拆植李 然後在上面 例如在牡蠔的橢像,或是要用自然的彩虹 而在牡蠔的耳朵上,而在牡蠔的形狀 而在牡蠔的野生上,即使牡蠔的沙漠 這些股群的瘀生頂最重要的地方 在某種類似我們做的工作,因為牡蠔的低級 那下午他會示範這個 他在波特蘭牆做我的這個棲地的工作 就第一個他這棵樹確定是不要的 就是死掉樹或者是真的要移除樹 那他就是把那個 他就是切割一塊派的大小這樣派 然後呢再把裡面挖成那個 因為他有資料嘛 挖成那個鳥或那個動物喜歡的大小 然後還有那個洞 就是他們喜歡的因為這些資料都有 然後他再把它蓋回去然後固定好 然後就模仿那個原生他們喜歡的環境這樣 One of the other reasons this is useful is because we're retaining the tree we're keeping the tree there This tree will be used for other species in the future They'll be insects, you have the fungi, you have all these parts Whereas a bird box is specific for only one species and you mount it on maybe a tree, a living tree that's not suitable for other cavities or a building or a pole and it's not really get capturing all of those other parts like the food source and all that other stuff as well as some concerns of indirect imprinting how many generations are going to use that bird box and is that what they're going to see 200 generations for now as their home and forget about the trees that we have removed from our city and replace with bird boxes instead 那他解釋就是像我們也會用鳥巢香做一些比較稀有鳥類的保育 那這個方法比較麻煩 那這個方法主要跟鳥巢香有什麼不同呢 第一個就是我們是用原來的樹 那所以使用這棵樹的昆蟲跟它裡面的真菌 他們都還是可以繼續使用這棵樹 那還有就是所以這些可能都是這些鳥它的食物來源嘛 那還有其次就是如果你用鳥巢香 好假設我們現在為了保育這種鳥 我們開始用鳥巢香用了200年 那之後他們的小鳥都住鳥巢香之後就會忘記 真正的家應該長什麼樣子 就不知道會不會發生這種事但是有可能這樣 and bird boxes are great they're very useful but that once again we are reacting to to the loss of habitat by creating bird boxes we're not identifying and actually addressing the real issue which is that we need the trees with cavities 那鳥巢香也是就是我們現在用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如果我們用很多鳥巢香之後 那其實我們就忘記 其實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這些枯木 或者這些適合的棲地 然後我們只是另外幫他們蓋了新房子 那其實我們就忘記 為什麼我們要幫他們蓋鳥巢香呢 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枯木啊 對這樣就是會偏離主流的 so another way to say that is I would say that it's a band-aid for a solution I have some slides of this type of work that I did down in Borneo for a hornbill species down there and I wanted to use this as an example this is Oriental Pied hornbill which is a very popular bird for down there it's their country or their state bird and it's actually on their $5 bill 這就是Jimy在右邊 and Farida在右邊 今次是西米左邊 一位一位女士 who shot this protected bird down there I think he's, I want to say he's still in prison, he's still in jail I think he had a seven-year sentence, if I remember right and so that was a big impact down there and these are also, these birds' partner for life and so that was, you know, very sad for this bird 那這個就是在他去年去那個騷擾越國外公園 裡面有一對犀鳥 這國外公園就是為了他們射的啦 左邊那個叫Jimmy 右邊他老婆叫Fahida 然後呢他們就是犀鳥他們是終生配偶制嘛 那可是Fahida他有一天就被一個人射死了 然後那個人現在還在坐牢 還被判妻年 然後那個人現在還在坐牢 然後那個人現在還在坐牢 還被判妻年 然後呢 然後呢 那個Jimmy就變成官夫 他就還要再找一個老婆 所以他們就再去別的國外公園找一隻給他 But first I'll describe what we did to create and enhance pre-existing cavities to make them suitable This bird has very specific preferences and because of deforestation there aren't very many suitable places for this bird to live anymore So it's a secondary cavity species Yeah and it's a secondary cavity species And they don't have a primary species to create the cavity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So they rely on fungi and broken branch hollows only which is even rarer OK 因為這種鳥 他需要的 他就很挑剔 就是他的巢穴一定要怎麼樣就對了 然後他就一定要這麼大 然後 然後 而且在這麼小片的國外公園裡 他很難找到那個適合的巢穴 然後此外呢 就是他們不是自己挖洞的 他們是用 他們用現成的樹洞 那所以就又更難 因為你必須要有真菌去幫 去吃掉適合大小的樹 所以他們就幫他做巢穴 So I joined Samantha Kwan in with the Sarawak Forestry Corporation and we presented this work at the International Hornbill Conference in Borneo this last day And this is kind of what that looked like 那他的去年那個研討會裡面 他就示範如何就是幫這個很稀有的鳥做巢穴 Then we took that information and we applied it we found a Casaraina that was suitable it had a pre-existing hole but there was no cavity behind and this is the situation down there is that a lot of these bigger trees have been cut down and so there aren't enough cavities but we did have an entrance hole that looked pretty nice and met those species preferences so here I am finding the north-northwest aspect for the cavity entrance we actually collected fecal matter from another site and added it into it we enhanced the cavity opening to meet that bird's preferences and then we placed and secured the base place back on the tree 單紙 ジュウス f癖 WIL globally 然後,誒,太快了,然後他就挖那個洞,然後再把那個殼放回去,OK, I'm finished. I'm catching up. OK, so here's one of the cavity entrance holes, before and after. We used our chainsaw to open that up a little bit larger, and now that's suitable for that species. 他就把那個樹洞的入口稍微變大一點,因為那種鳥很大嘛,太小的洞他也進不去. And then this is what it looked like when we finished. It's quite natural, right?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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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work. 那完成就像這樣,看不太出來,有挖過,上面有一條痕跡,但是還看起來還蠻天然的. And here is Jimmy and Juliet. It is the second wife. Yes, second wife. And here is Jimmy and Juliet. This is an example of another cavity-dwelling species that you might be familiar with,the mandarin duck. It's a long way down to the late flight. She's calling. Yeah. It's a Debbie, Debbie Addenberger. It's a Debbie Addenberger. It's a Debbie Addenberger. Bottable. Yeah, Debbie Addenberger. Oh, I did it.Yeah, and he may recognize the voice as David Addenberger. From BBC. He's my favorite. Wow. So when you're watching this, remember to think about the species preferences. Why would the parrot bird make the nest so high? You have to,you need a thick mat. Yeah, that's right. Right, right. What if that was a concrete sidewalk? Oh, that's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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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so important for this species is the distance from water. She doesn't want to have to travel very far. So if we were looking to create a habitat for mandarin duck, we might be looking at trees that are near water, that have leaves underneath, that we don't take the leaves away, that we recognize that those leaves are good, and that it's high enough to protect them from the predators. And so if we're going to create habitat in trees, we also have to understand how trees, what their life cycle is and that a seed to tree varies. With different species. It takes some trees to get a long time,and other trees grow very quickly. I use trees that get big really fast sometimes,because they're not good compartmentalizers and they fall apart. And sometimes that's exactly what I want. And that over mature trees,when the branches and leaders begin to break,and the architecture becomes more complex,that's when it really becomes more valid, starts to become more valuable for habitat. The four then,they don't really offer a lot of habitat for cavity-dorming species. And that a dead tree offers more habitat for wildlife than any living trees. So here's some features in an illustration that I created. I just wanted to show what some of these might look like,what these characteristics might be. And when I see a tree that looks like this,I think of a tree that has great ecological importance,it's very significant. And this is a highly valued tree in an urban environment. Because these are rare now. What I did here was created an illustration of a man walking through time down here,so ten years to four hundred years. And the idea is that this is the same tree over four hundred years of time. And that in a very short distance he walks four hundred years. And that the tree might be ten years old when it,at the beginning of his walk. But as you see the height and the amount of dead wood and structural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and cavities. As the tree gets older,that the value of that tree increases ecologically. Right?And we could even say that an infinite amount of young trees can't do what one big old tree can do. Tay,Tot X is the adult tree to look at the tree in nature. Then it'll go to four hundred years of pauling. The tree 跟 400 歲的數它對生態系的功能是一樣的 其實是不一樣 他還沒有讀到說 有什麼研究是比較 400 歲的老豬跟10 歲的數同一個物種 他們的生態系功能有什麼的差別 但是他如果可以預測的話 他覺得會是一個指數型上升的圖 如果是他對生態系的益處來看的話 我覺得我們可能需要 400 年來做一個研究的研究 這樣研究可能需要400 不然你比我更聰明 你可以找到另一個方法 所以這裡是一個棺材 這就是我來做的 這就是我的工作 而不是把棺材放在地上 這棺材是死的 而不是把棺材放在地上 所以我工作人家的土地上 去創造地上的地上 這就是我的工作 那這是他在波特蘭一個客人家的樹 那他基本上他就不把它從基部看到 他會去把它做處理 讓它變成野生動物喜歡的棋地 這些都是一些說明的 這些是一些說明的說明 我來用時我會發言 這些說明的說明 這些說明來使用 我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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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大隻的動物 因為那是很重要 而是很重要 而是很重要 而在頭的樹 我會用幾多多一些 我會用我的招式 所以你把樹枕掉了? 它已經死了,這原因是他們把樹剔掉了 因為這個樹很長,它完全死了 但現在還算是很強,即使它死了 這個樹本來非常高,然後它是死掉樹 然後它先剪掉高度,讓它比較不會對旁邊的污質造成影響 那這些是他們用的一些樹藝的專有名詞 那它會留橫向的一些小枝條,讓鳥類它可以在上面棲息 這裡是另一種森林的森林 這是一種森林的森林在Victoria 像在加拿大的圖騰樹啊,結果也被鳥拿去用他們挖洞來樹 這裡是一個描述的,從那個圖騰圖我剛才示範的資訊 我看到這個整體在那裡的森林匙 我看到那些森林匙遲在不同的序尺寵 很多森林匙遲是有的地方,而第二個,還偏向那些森林匙遲 那些森林匙遲是有的地方 那些森林匙遲在這裡的階段 所以就等於兩個森林匙遲 兩森林匙遲 兩森林匙的地方 這是他們品牌的大選擬 不知道人讓它們森林匙遲 所以甚至短短的棉子,甚至短短的棉子,可以供給很多種類似的種植物 我們不想留下一個小孩的玩具,像一個大壞棉子,但我們還可以留下一個安全的棉子,我們必須要談論,每個棉子都不同 我們在都市裡面,因為附近可能小朋友玩,我們不希望一棵很危險的庫立木存在,可是如果你要留下它作為野生動物的棋地,其實你也不用留得很高 其實我們知道這個就知道,不用很高,也是很多動物會來用它 然後就是我們留下庫立木,其實都還是要持續監測,因為它可能還是會變化,然後會造成公共危險 - Okay, uh here's one that I did for my neighbor, there were four trees here, one of them died, and rather than removing the tree down to the ground,unden I removed... I reduced the height by taking the top out, and I use my chainsaw to cut and carve the top, it's a natural break, I use my chainsaw to make these mimic natural excavation sites from a Woodpecker 我也有一個藍色的藍色 然後我放了一棵树在背後 用蝴蝶和蜜蜂蜜 或是一棵树 然後那棵树在背後 用了一棵树的選擇 那是他鄰居家的樹 他有四棵树其中一棵死掉了 然後他就幫他先把它弄比較短 弄比較矮 然後上面他就是用鏈鋸把它弄成這樣 好像折斷的樣子 好像野外折斷的樣子 然後他還做了一條雷打到 閃電打到的痕跡 然後就挖一些小洞 因為這是他是要做給鎖木鳥用的 就是鎖木鳥他會去鑽洞吃蟲 然後他下面又做了一個 就是他剛才那種方法 做了一個樹洞給鳥住 然後我們還有其他類型的 種植物種植物種植物 在這附近的樹洞裡 它們的選擇是 它們的牙齒和牙齒 但是它們的牙齒或牙齒 牙齒牙齒 最初的牙齒 然後當牙齒牙齒 牙齒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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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一種牙齒牙齒牙齒 提取 dead wood 會有的牙齒牙齒牙齒 yorsun牙齒就可以了 但是ma arranged 原來 knit牙齒 だから鮮江南 misleading 牙齒牙才能prit 超過 6000 牙齒等我們 它使用這些地方 去當天和夜蝸 它們的棋地 所以製造這個類型的棋地 我亦有技術的技術 去製造這個類型的棋地 它有幫蝙蝠做過它們的棋地 就假裝樹皮隆起 它把裡面去掉 我經常在我的報告中 我經常在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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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個方法 在研究中 生態的種類型 它也會教你 如果你有不認識 你也可以去這個網站 你也可以學習 生態的種類型 是用的 如果你要確認 一個物種的保育現況的話 這是一個很有用的網站 IUCN的 它常常在這個網站確認 我經常在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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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經常在研究中 你會做一些 好有些棺橋的棺葉 我可以认识,他在测试,参考拖。 他会变成了,他会变成了。 那可能会变成了很多人专门, 因为人们都会被担心的事情。 因为你会变成了很多人, 那么你会变成了很多人, 那可能会变成了很多人, 就会变成了很多人, 你会变成了安全的地方。 so as soon as I put a sign up though I find that there's a transition where people see that if they see the sign it becomes an educational tool and they the folks can actually you know teach their children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at if we have that information available you know and kind of looking at it and say hey look this is where the birds live you know and then it becomes this exciting thing to visit the park because you have this type of habitat and so I do encourage folks to to use signs for interpretation okay and here's some good practices I'll leave you with leave habitat when possible create habitat when possible I use vegetable oil for bar oil which Husqvarna and still chainsaw manufacturers make a product that you can use rather than spraying a car oil all over the house you just made a house for a bird and you've lined it with with contaminated you know oil also I like to use low-end tech impact techniques and wear gloves consider what species are attracted I educate whenever I possibly can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habitat I also contact authorities when when I need to both for questions and for reporting offenses and then consider the season the main thing is consider the season for tree removal if that if we can if we can accomplish that one thing in our whole and overall in our entire community I think that this will be one of the I guess that the best things we can if everybody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of breeding season I think all the other things would fall in place 那他這邊大概就是總結他之前所說的一些野生動物棲地 我們在都市林管理的一些原則那就是盡量保留棲地嘛然後就是你在做任何事做的時候要考慮 那個繁殘劑然後像他就是希望能夠盡量減少對環境的衝擊所以像他的鏈具他都用植物油 就是他們那邊可以買到植物油放到鏈具裡面啊因為你鏈具在施作的時候會噴嘛 那他就希望說不要噴那些機油啊什麼的這樣那對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還有問題要問他的話可以寄這個E-mail給他 如果還有問題要問他的話可以寄這個E-mail給他 然後下面是他的And your phone phone number This is US phone number sorry 剛剛的記憶沒有問他如果你在市座上或你有一些想要問他的 OK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thank you for staying here as I went over time We will be breaking now for lunch and then we'll be outside I hope you have your umbrellas because it might be raining and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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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後門然後我帶大家過去一下